你们认识很多年了 对 我好像从六岁 五六岁就认识了 她是我们团的子弟 也就是说 萧音的父辈跟你熟了 萧音的爸爸妈妈 是我们的老师 然后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剧 叫《打狗棍》 联合编剧 萧少璇先生 就是她的父亲 萧音的爸爸 那这个萧音 我觉得你运气好好啊 有了这样 你管他们叫叔叔阿姨吗 叫叔叔姐姐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比较简单 就是小说就童言无忌嘛 然后导演那个 郭叔年轻的时候吧 她是属于长发很飘逸 郭叔年轻 对 他一直叫我郭叔 然后很文艺嘛 然后那种很帅的 那种牛仔裤 你就直接说我写得很好 就行了 不是 那是因为有娜姐衬托 然后娜姐呢 就是好像当时也是在 他们那个学员班里是最小的 而且娜姐又白 然后那个演出就是发黄 因为白人嘛 而且她有那种 她应该是有那个外国血统 没有啊 有啊 没有吗 你有混血吗你 有可能 有可能 就感觉嘛 然后就是白白净净的 然后那个头发黄黄的 就感觉就像我平时玩这八百了 让他俩在一块那不是明显的差距 所以你叫郭叔和娜姐 被叫做郭叔和娜姐以后 我特别的幸福 因为我们全院啊 有十几个鬼灵精怪的小孩 那这十几个孩子里边 孩子王是他 他六岁 连十岁的孩子都听他的 然后自从他管我叫郭叔 娜姐以后 我们全院都管我叫郭叔 都叫郭叔 然后这以后我就觉得 我身上的担子特别重 那你年轻的时候 跟那个老师在一起的时候 是他就知道你们俩的事是吗 我们上学就从小就在一起 对 就在一起 那你们才是看着萧音长大的人 绝对看着萧音长大的人 包括后来她学舞蹈 后来上电影学院 到电影学院以后 就基本上就跟着我们拍戏 那就你这几部戏都有她是吗 对 都有 有很多部戏都有她 萧音你现在是不是主要就拍 你郭叔的戏啊 最近没有 最近经常没档期 没有没有了 因为我就觉得就是演员吧 一开始的机会很重要 然后因为大家都不认识你 能给予你第一次拍戏的机会 然后其实我就觉得 在那个郭叔的戏上 然后得到锻炼和学习 然后那个郭叔觉得 那你就 你也可以去在外面去尝试各种的 所以说我觉得是 一步一步来的这种 郭叔